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次小编会和大家介绍一下一间酒店住宿 这间酒店是位于河口湖附近的 酒店距离河口湖站有1.4公里的距离 在河口湖站也有巴士可以去得到 这间就是阿娃UMI 富少河口湖度假村 自驾的话这里也提供免费停车场 现在就和大家参观一下酒店的设施 可惜的是入住当天就下雨 所以也没有去游泳了 这间酒店一共只有16间房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要早点预订了 不过酒店就没有提供接讯服务 所以住客就只能够自驾 或者自己坐巴士到达 酒店里面的环境也很清幽和干净 带着小朋友来的话可以给他们放箭 家长们也可以轻松一下 三agem 家长 房间斜与酒店大唐都不算带很远 房间距离酒店大唐都不远 房间距离酒店大唐都不远 否许多多aju 這個帳篷裏面就可以焗爽拿 設施真的夠多 房間外面還有一個浴缸 事不宜遲 先參觀一下房間 這間房間可以住四個人 有四張單人床 真的適合一家大小 門後面是洗手盆 還有洗手間 兩間都在房間裡 旁邊這裡還可以浸浴 另外酒店也有提供洗臉和護膚品 萬一真的忘記帶 還有酒店可以用 另外基本的洗手用品都有提供 晚上要用的燒烤爐都在廚房 另外需要用到的碗碟碟碟碟全部都會提供買 訂房間的時候大家也可以選擇要不要包晚餐 如果想自己買東西進去燒的話 就可以不選 想方便的話 當然是加錢選擇晚餐 如果是自隔的朋友 就可以去附近超市買東西吃 就不一定要訂酒店的晚餐 這就是酒店的燒烤套餐 有扒、有鮑魚、有沙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入住這間酒店呢? 記得留言告訴我 謝謝觀看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讚好和留言 下條影片再見 馬關於雄 馬拍攝 下條影片 感谢观看